对一个歌唱家来说 他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他们的生命就是业务 所以有一句话怎么形容呢 没有那个金刚钻 你绝揽不到那个磁性 所以很多歌唱家 在业务的学习上 是非常非常的拼命的 而且他们在从艺的道路上 非常希望能够得到 前辈的指点 有时候轻轻地那么 捅破了一下 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 就是一大步 但是又有多少前辈 愿意跟他们说真话呢 在他们族裔道路上 听到了大多是客套话 是一份善意的鼓励 但是有一位年轻的歌唱家 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 也就是原总政歌舞团的 责望多吉 他也非常的优秀 拿到过清歌赛民族唱法的银奖 全军文艺会演金奖 可是在舞台上实践演出的时候 多多少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小小的麻烦和业务上一些小小的困难 有时候他就会去请教阎老师 阎老师呢 就会跟他说这种话 把他拉到一边 跟他讲哪些地方应该怎么调整 哪些地方应该怎么情境 责望多吉说 责望多吉说艺术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 他说有一天当他在录音堂里 所有的同事都跟他说 哎 你怎么变了 你的声音怎么变了 只有他心里明白 是真话让他变了 今天责望多吉也来到了现场 也要用歌声向阎老师表达一份感恩 我们掌声欢迎责望多吉 为各位带来《天路有请》 《天路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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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的观众真了不起 真实惑 我其实特别接下来想夸好 我们江苏演艺机团交响乐团 因为大家如果经常看音乐会知道 音乐会是分上半场下半场 因为要让乐团休息一下 大家也看到刚才城市满头大汗 但是他们坚持要一起喝醉 多了不起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也送给他们掌声 袁老师呢是在舞台上一路成长起来 慢慢成为一个大奖 所以袁老师其实特别清楚 舞台实践对于演员来说要多么的重要